我了解我自己,不是说我自己,当然我有自己的认同 但是你对我怎么看呢?我的朋友对我怎么看?我的敌人对我怎么看呢? 其他影响太大了 就对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其他基督徒都不认为我是基督徒 然后我也觉得有点问题 比如说是统一教会 很多人说这个不是,他是邪教,他不是基督徒 这里面是很多,你说佛教也一样 另外说我是佛教,那你怎么是佛教?你法轮功? 你不可能是佛教,那你一定是邪教 这里面有很多人家对你的看法,你对人家的看法之间有大理解 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三个理事件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个认同的问题是什么? 现阶段,我前面也提到这个理学复兴的认同问题是什么? 首先呢,必须分清楚 就是文化中国这个观念,因为我把它认得比较宽 它所拥有的精神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儒家传统只是文化中国很多很多精神资源中间一直要是有的 不要把儒家文化认为是文化中国唯一的精神资源 这是最绝大错,最大的错 因为文化中国的资源有道教,有佛教 特别民间佛教,有各种不同民间的信仰 有基督教,有伊斯兰教 各种的传统,非常丰富 可是另外呢,不管你把文化中国的范围扩大到多大 没有办法包括儒家传统 因为儒家传统也是日本的,也是韩国的,也是越南的 甚至也是美国的 我们现在有一批波士顿儒家 在波士顿大学研究的很有诚信 在这个文化认同的观念,由我自己做研究 一个其重要的大问题,就是中华民族 作为中华民族,以大陆为主的中华民族 和儒家传统之间的一个复杂关系 在1984年,我那时候在夏威夷的东西中心 一位叫朱延,一位社会调查研究 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方法 就是通过联合国的一种价值取向的方式 来了解这五个地区 他认同儒家的传统情 五个地区呢,就是五个都市 就是上海,上海主要是浦龙一带 香港,台北,当时叫汉城,现在就首尔 和日本的东京,事实上是现代这一带 这个调查,具体的情况我不要说了 就是你对这个武漢文化的认同 最认同的武漢就是汉州和第一 第二是日本 第三就是香港,第四就是台湾 第五是中国,你到上海 但是呢,最值得注意的是上海是反认同 其他都认同的武漢,上海这个地区是不认同的 那么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一个问卷就是关于中庸的问题 所有的地方都认为中庸 我想你们基本上都会了解到 什么四书里面有大学中庸 也可以认同,当然中庸是正面的 但当时上海,大半人都不能认同中庸 总是认为中庸是欺强的,没有原则 反正都是文革的那个心态的影响 那么现在可以这样说 因为我从1980我到国内做很多交流 1980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一年的时间 1978年我在上海第一次 在北京第一次回去做这个学术教育 80年代的交流很多 1989年,我觉得我再也不再回去中国 1989年的这个,你叫动乱也罢 总是悲剧,太惨了 我绝对不愿意在大陆有任何关系 特别官方 但是我等了四年,四年五年 到1994,94年 一次因为有关于这个孟哲学术会议 有位工人,我那时候认识的一个工人 协力无信的,所以一定要回来 我们现在要讨论孟哲 所以我放急前回去 从1949到1996年 我做哈佛燕尼社的社长 每年回去要至少八十多位 我们燕尼社需要吸收的一些 年轻的人文学和社会科学 和社会科学中共 和文化的学者之间 交流,所以我们也觉得很频繁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 我发现,就是我们的 我现在讲,我们是包括我们所有人的整理 大家经验都不同 我们的文化传统 和传统文化的分别 我们的文化传统 Our culture tradition 这里面有很多极淀 有settlementations 这个极淀都不是地质学的极淀 都是化学的极淀 极淀里面有什么呢 一个是从亚民战争以来 一种悲愤受屈辱的传统 非常紧 主要讲知识分子的群体 其他的我们也做得到 悲愤屈辱的很强 这个导致了一个仇外和媒外 仇外和媒外旁视出现 又爱又恨 我们叫做宪真 宪是羡慕的宪 宪是憎恨的宪 宪真的境界 特别对欧美 再来呢 我们有个强烈的革命组 这个革命传统 一直到了毛泽东市最高峰 但是这个革命传统 下面有带着一个反传统的传统 就看不起自己的传统 看不起文家 看不起道家 看不起所有中国的传统 基本上认为这不行 你想到英文 二十先进 想到中文 非常复杂 再来你都经过文革 造反有理的传统 但是呢 也有一种强烈 非常重要的 强烈的爱国传统 这个爱国的传统 和狭隘的民主主义 国主主义 又是纠缠的情况 非常强 举一两个例子 你了解这个情况 那时候 所以主权 神圣民主主权 太强了 在八十年代 那时候大陆来的四五位 现在都是有名的学者 丁学良 我跟他们交谈 关于台湾经验的问题 大家都赞成台湾民主法 太好了 我说如果台湾民主法 导致台湾独立 打 好 你现在两个原则 一个原则就是民主原则 一个原则就是民主原则 你们看起来都是民主原则 要超过民主原则 就是民主 我们的民主送了路 我去车上 现在如果一个民主 不愿意做中国人 那我们就有权利要整党 我那时候在深圳 有一批企业家 和他们交流了以后 有一批企业家 开车 带我 都是很成功的企业家 当然 国际经验都很好 带我到 我走到一批企业 谈到台湾 那个情绪非常强 一个飞弹可以解决 那日本呢 那日本呢 两个 我说你看看 我们从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经过那么大的悲剧 改革开放以来 才刚刚维持了一个和平 你就愿意 就是复制一举 中国人有什么了不起 我们从五千年来奇迹落落 很多很多 这口气是咽不下去 所以是费地 这个情绪非常强 这是一点大家要了解 所以我们这个心态 如果用搞过心理学 用心理学讲起来 不要上述变态 这句话意思 用变态非常复杂 也complex 中国人太复杂 这些知识分子 所以你里面有 而且这一些极淀 它是因为 我说化学多 不是很明显的极淀 所以你要想provoke 你想provoke 一个中国的一个社群 一个知识分子群体 这个非常容易 因为大家很容易 大家都是brittle 叫brittle 很容易被遮 就是very irritable 很容易很容易 日本大家都是on edge 非常紧张张的 可以出现一种非常强烈的爱国主义 而那个强烈的爱国主义 在很短的时间 变成了强烈的狭隘的民主主义 最明显的对日本 我们现在不要说了 对日本的情绪 这个情绪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的文化传统 和传统文化 我在做研究 从小做到现在 研究蒋乐孔子孟子 孟子 雄子 董仲书 然后朱熙 王阳明 陆向山 柔崇伦州 他们下来 这个中间距离太大了 就我们的文化传统中间 绝大多数的因素 是西方的因素 完全是西方的因素 假如没有西方的因素 我们今天讲话都不能讲 举个简单的例子 专有名词 宗教 这不是中国传统 这是修革 是日本 来自西方的religion 今天我们讲社会 这不是中国传统观点 是社会 是来自社会 原来这个 在翻译的时候 像严富 就把这个社会 叫翻作群学 在群子里面 有群的这关系 非常重要 结果梁启超在日本 日本人已经翻译成社会学 回来说我们讲社会学 群学一下子就没有人在意 就跟社会学 那么经济就是Kesai 就是Economics 和中国传统金氏记名 几乎没有关系 哲学就是Tetsu 所以中国到现在说 我们有没有哲学 还是哲学在中国 德里达说 中国没有哲学 大家都觉得很丢脸 我们怎么办 德里达讲中国没有哲学 他赞美 你没有受到西方 从希腊来的这套分析的方式 有另外一套 中国一听 所以叫哲学的合法性 到底有没有中国哲学 还是只有哲学在中国 反之 这都市就很容易被屈辱 等一下说 你这个人 你这个东西得很好 你是挪贝尔奖 哇 真是好 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第一次的威者 我们怎样在中国培养出像杨振宁里正道 他们那样的威者 这就是大家每天在忧虑的 不仅是 不仅是其他人 不仅是做忧虑 这个recognition太重要了 这个整个民主 你看那个莫言吧 我也跟他蛮熟的 莫言一夜之间他变了一个人 他现在是神 很明显 高兴建 我们跟他很熟 高兴建 朱镕基 在旅行的时候 有人要说 高兴建 刚刚得到挪威甲 你是不是觉得很骄傲 他第一个反应 就是政治动物这些问题的反应 他是法国人 如果我是朱镕基和任何 第一个我非常欣赏 你一个用中文写 用名山得到挪威奖 但是我们政治意见不同 他是一几分钟 我跟他政治化理解 他拿到的挪威奖 你说法国人 他是用法文写的 这是荒唐 不管怎么样 朱镕基我是非常欣赏 文化上面没有敏感 我为什么举高兴建 有个问题 高兴建拿到了诺贝尔甲以后 我请他到哈佛来做报告 他就叫我们也是在 这个科学馆里 在C 做报告的时候 他讲得非常动人 但是他有一个对我触动很大 他说我的小时候 我 你 他 他们这些官员我全用 唯一的一个名词 我永远不再用 我们 所以他后来写一个人的圣经 它是什么呢 它是对文革以来 一种中国的集体主义 政治化的集体主义 深入不绝 我作为一个有良知理性的中国人 我永远不要用这一字 我们 当时我也很受感受 我跟他说的 因为我们这个交情很错 我都说 我从十四岁开始 对卢雀有兴趣 我的一个很强的意愿 就是 怎么样 能够 真正的 找到一个我们这样的一关 无疑 无疑 不说无疑 就是无疑的关系 怎么认得 Authentic we 怎么可能 最近我 到香港中文大学 到香港中文大学 成立这个五十周年 要我去做个报道 我这个题目就是说 在文化中国 具有意义的和具有哲学意义的 我们 大跨谷 如何可能 这是我的问题 当时我去的时候 那个校长 那个 沈校长 他说我看了这个题目 你不知道 他是讲什么 有人说这几步不通 中文也不通 就是说我讲的事 你跟大家多了解 我就说 高清健的那个挑战 就是说 具有文化意义 或者具有美哲学意义的 我们在这个文化中文化 这个大家我向你们可以思考 讲文化中文化 事实上这个想象的世界 想象的东西 不是一个实质的东西 怎么可能 非常困难 我现在讲一段 就是 使得大家感觉到 这个 我们要建筑特别困难 我就回应一下 刚刚那个高清健 提出他不用我们这个问题 本来我在考虑的时候 我都会接触这个问题 今天早上呢 我看了一篇文章 就在哈德库 看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呢 是叫做 Arthur Warden 哈佛的PhD 他这篇文章 是在这个 New Criterion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评论 这一集 上面讲 Starvation in Mao's China 这样子一篇评论 评论一本书 我不知道这个中文 应该叫做墓碑 是叫墓碑 梁基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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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手拿太好了 我觉得很简单很快 现在 1958年到1996年 毛泽东三年困难起 困难 那么 照各种不同的分析 大概是 确定是 3600万的人 是饿死的 那么 有调查呢 这个调查 就是说 假如 这个 因为 在那个 饿死人的 这个过程中间 妇女 根本不可能 怀孕 假如 这个把妇女 怀孕可能 生产的 婴儿 也包括在内 还要加上4000万人 在这个饿死的这个人里面 没有干部 包括这个饿死乡村里面的干部 他们都活下来 因为他们自己有粮食 可以找到粮食 当然没有政府的官员 中央 完全没有任何了解 背景呢 就从这个 大妖境开始 大妖境以后呢 大家开始 就是 有一个 我现在看起来 不仅是错误 都没有了 理论 就认为中国人找到一个 生产粮食的 这个 紧描浪迹 就是 一某地里面可以生产 不知道多少粮食 找了一团 理论 前学生 正是最佩服的一个大学者 写那篇长文 用科学的理论 证明 为什么 一某地可以生产 那么多的粮食 毛泽东看了一位 深受感动 这是李魏 就是毛泽东的艺术化 中国已经找到了一个解决粮食的问题 这和这个集体农场到公厕市里和民间关系 所以当时《人民日报》提到这个 我们多余的粮食 现在一般春春年 用多余的 都是用篮子一篮一篮的粮食 往上搅 这是我们今年 你这个发展述 明年的话 就用船一船一船 再过一段时间 用火车 用货车 一货车一货车 然后火车 一货车一货车 粮食完中央算 要存起来 在北京像周恩来呢 要找一批专家 就是怎么样来存粮的问题 粮食太多了 那时候有一个观念 这个最糟糕的一个观念 就是 这个四川人饿死 这个是很糟糕的 但是至少是比北京、天津和上海人 饿死要好一点 意思就是说 宝是宝这个大都市 北京、上海、天津 真正饿死的全是在农村 而这个农村是完全外面 不知道它里面 怎会要有饿死的情况 农村开始没有粮食以后 先是草根树皮 到后来就吃那个观音土 然后很多很多的调查 确实有看得过的 吃人 这是最惨的一件的这个事情 这种工作呢 调查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都有调查 但是要到了 大家都不知道 你看这样子一件 那么几千万人饿死的事情 在世界上没有人知道 也没办法 是人家做这个人口 人口调查 发现这个中国的人口 他们的调查是1952年到1982年 那看似的太奇怪了 怎么人口在1952年到1982年 怎么在1957到1962年有那么大的调 这样才找出来说死了很多人 现在不管 为什么提到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阿马特圣他们提到 当这个社会透明度不够的时候 只有民主社会才够 一般的社会不是透明 透明度不够的时候 有太多的黑箱 就是黑暗地带 我们不知道 所以阿马特圣有一个 他是印度的大学者 他说印度从1948年开始 没有真正的大飢荒 是造成数十万人死亡的现象 因为印度是一个民主社会 它有100万的NGO 非政府组织 它的媒体是任何地方都出现 不可能有着黑箱作业 有什么黑窑洞 出的声音 这个不可能 中国从那个 就是我们从那个 三年困难起 所造成的那个大的悲剧来看 就是可以 很多人都应该了解到 都能够大家 这个大的事件 它可以因为不开放 大家完全不知道 这个作为一个背景 我们要先要了解到 我们要就是 我主要讲 就是当前 我们所碰到的这个 这个背景 也可以说 这个背景非常重要 你说文革 这个以来 这个情况我不清楚 我三年困难就不清楚 那么 我们现在往前看的话 这个历史记忆 要作为一个背景 我这次回来 那是参加这个亚洲 这个 我们叫做Asia 21 就是亚洲 21世纪的亚洲 由这个傅高益 他们开始的几十年 所以大家世界上最好的一批 都是亚洲研究的人 集中在这儿 也考虑了 也许在经济学上 阿兰经济学上最有影响力的 就是Dale Juggins 他的主题发言 照美国的联邦调查 美国的这个情报组织 就是叫做Community 这个Commission Intelligenc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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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Dale Juggins 他们的组织 那么在两年前呢 做了一个调查 就是说 大概中国的经济 在2027年 要赶上美国 但是照这个 Jerkinson 他的调查 用这个PPP 就是Purchasing Power 这个Parody的分析 中国的经济 在2017年 也就是四年以后 就超出美国 所以中国的经济 是世界第一 我们知道 现在这个 就是 中国在外面的旅游 每年到外面的旅游 他所花的钱 就是他的Purchasing Power 现在已经世界第一 整个超出美国 用的钱 那么 中国大概有四万的亿万富豪 上面有什么Fortune 这些都有很多 大概有八百万的 这个工程阶级 上面多半都是有这个 双中国籍 也就是说 他们随时随地 这个都可以到任何地方移民也到了 他们的子弟 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包括在内 比如受惠者 可能在中学的时候 就在国外念书 那么我们从 precapital来看 就从人均做的 这是最重要的 中国人均做的 我们大概是百分之九十几 因此至少有三四个非洲国家 比我们的资金要高 因为我们是非常穷类的 有在发展中国家 在人均讲的 非常穷类的一个国家 我们现在大概是四千左右 俄罗斯你知道已经是一万多 南韩也是一万多 我们大概是日本的七分之一还是十分之一 那么是这个 越南 不是越南 不是越南 韩国的三分之一 俄罗斯也比较好 所以我们这个整个大的社会 总体讲解还是比较穷 但最严重的是 基尼COVID-19的问题 一般的官方呢 现在觉得很忧虑的是四十七 如果四十七的话 就在世界上最不平衡 最不平衡的社会 第一是南非 第二是南非尔 第三是巴西 第四中国 远远超出美 但在民间的调查 中国大概已经到了五十以上 也就是世界第一 最不平均的一个 在中间 所以我们看到 一方面是非常强势的经济体系 分配很强势的 造成了一种 这个叫做 中平之气是最强的 比如说 网民大半都是angry I don't know why 要表现的时候都是一种 所以只要是富人和穷人有错 一定是富人错 只要是官员和非官员 一定是官员有错 只要是精英的大学 所以整个社会对权威的本质 任何权威 都是非常反感的 所以现在有 英国里有个团队 专门研究中国的synicism 专门研究中国的synicism 那个例子太多了 现在如果说是 我们选十个最常出现的词 所以没有一个词是正面 忧郁 愤恨 各种的焦虑 都是一个negative 整个社会的诚信 让我亲身感受 诚信 很多地方荡然无存 再来呢 就是 这个 因为以前有种儒家的传统 是一个社会 它是足食足兵 还有足性 兵就是security 诚信 诚信 性就像诚信 那么在儒家的传统 如果没有诚信 这个社会要维持下去 现在我们发现 这个诚信的底线 度不过 是这样 这样应该打得起来 那么这个中间最大的挑战 就是文化的挑战 我们没有走出一条路来 真正讲解 没有一个model 我们现在不是一个model 现在很多人说 我们有我们的model 我要仔细来分析我们的model 第一个经济model 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 所谓model的话 就是人家跟着我们这条路走 都可以走出来 我们有没有经济的model 有政治的model 那我就觉得 也非常困难 我们政治的model 有些学者认为 我们这个model 是一个 叫做meritocracy的model 是一个闲人政治的model 是一个 不管你怎么样说 是不是成立的model 很难说 所以我认为 我们是非常restless 非常restless 而最近的 这一个十年的情况 大概是非常关键 政府的领导 是最高的领导 也会有这种很强烈的感受 那么我认为 对我讲起来比较 就有一种比较乐观吧 就是说现在 基本上 就是这个思考问题 已经不从很狭隘的发展主义来做 就是所谓发展 除了经济以外 政治以外 还有文化的发展 还有主义生态 这个structure是大一点的 那么现在基本上呢 至少官方的领先 以前是毛泽东思想 以前是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李渊 三个代表 和科学办法官 现在基本上 毛泽东思想都没有 我觉得太健康了 因为这是斗争哲学 基本讲是斗争哲学 而斗争哲学 比如说斗争哲学 或者文革 毛泽东 我是完全没有这种心情 我为什么要讲三年混乱期的 就是告诉大家 这个残酷的事实 1959年 在如山会议 那时候大家已经知道 这个事情那么严重 没有一个人敢讲 只有彭德怀 而且彭德怀讲的是 小心翼翼 先就赞美 这个情势一片大好 领导和英明一讲 就说民业出了一点问题 意思说有人要饿死吧 你知道饿死的话 人家也不知 结果马上被大陆认识 所以这个 就是这一种心态 不要讲其他 这种心态太可怕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转向的话 一个好处呢 比如说是政治的领域 经济的领域 和社会的领域 现在大概开始说 应该可以分开 有些经济的问题 可以靠经济来解决 社会的问题 靠社会来解决 虽然如此 那么因为大家 像邓小平时代 现在傅高义 写了这些书以后 讨论的非常多 我的感觉就是 邓小平能够离开 毛泽东的那个模式 是一大劲 毛泽东的模式下来 那就是太惨 但是当你把市场经济 提到那么样的高度 使得这个社会 向钱看 钱是金钱的钱 而且贪污腐化 就是从最高当局的 最近的这一批人 最接近的儿子 女婿 这一批人 我上次 我到北京以后 很多外面的信息就不知道 所以在北京 一到美国 当时我在沙漢市 他们有个会议 我非常赞美 温家宝 我认为温家宝 是一个非常好的形象 大家有个笑话 我都为什么笑话 从《纽约时报》的东西看 我就是《纽约时报》 你是不是北京是看的 大人一丢脸丢大 丢脸丢大了 就是这个 从一个市场经济 变成市场社会 我们现在整个社会是市场化的 大学就是市场化的大学 现在连宗教是市场化的宗教 到庙里面的那些和尚 有些就好像怪祭司一样 不像和尚 就是下降的一个情况 这是我认为是大悲剧 所以在这个时候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的过程 这个转折的过程 它有两个基本的动向 第一个就是 我讲的精英 每位都包括在那里 会不会发展一个真正 有实质意义的责任人理的问题 这个ethics responsibility 现在很明显的 中央的领导可至少表现出来 有这个等待 但是这个是要全部的精英 包括政治的精英 社会的精英 学术的精英 另外呢 所有的中国人 能够逐渐出现一种敬畏感 Sense of reverence 你不一定要做教徒了 这不是我的意思 要有种敬畏感 在中国传统里面 天地君亲师 对天对地 对军的意思就是对国家民主 对亲情 对师长 有一种敬畏感 这个毛泽东 对中国的灵魂上的最大的祸害 就一点点敬畏感 就是一个动争哲学的效果 你就是开始 你是横倒落水稿 你是横倒落水稿 是一种敬畏感